基本上使用的方法 你会发现它最重要它会有六个参数 计算那个日期有六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就是说算两个日期相差几年 但是这个年它后面还要判断月跟日到底有没有满 如果满它才会多一年 如果没有那就不会多一年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有没有满那个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第二个是插入函数里面找不到 所以变成你要自用打的 这个地方的话 自己打一下 刮弧 那前面的日期 逗点 后面的日期 在逗点你可以给一个后面的参数 那后面的参数的话 可以是Y M D 那后面还有什么 YM YD 跟M D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 等一下再来看 也许打勾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25 那也就是说呢 从1980到2006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26年 可是因为8月15到8月12 这个12它还没满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15的话 刚好满了 Enter看一下 有没有 它这个后面会自动帮你多一年 OK 所以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你只是要算说 两个日期 你不管月跟日的话 那你就不要用Dedive 你用EAR也可以啦 也就是说用EAR函数 你可以把EAR的第一个日期 1980抓出来 后面日期2006 再减掉那个1980 它就不会是管你的那个月跟日了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呢 如果你要用那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就可以用 假设你不管月跟日的话 那你可以用那个EAR EARMindState 那你可以EAR 那EAR的话呢 再去给它一个什么呢 这个日期 对不对 那你按个确定它2006 那你2006呢 再去什么 再去减掉 减掉那个这个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A3 OK 打勾之后的话呢 它就帮你把2006 减掉1980了 OK26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呢 把这个改成12 它嘛 它这个是25 可是这个永远都会是26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管你 有没有满 当然你以后的算法 就看你们实际上 那个公式而来决定 那哪一种方法 才是对的 那你要看你实际上 计算的公式 OK 那另外的话 当然还有所谓的M M的话呢 当然 里面呢 最大的差 就是说 它会去帮我计算 几个月 那当然一样的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原来是12好了 它就会少一个月 可是如果你这个地方 改成15了 15号到15号 满了一个月 它会自动帮你再加一个月 那日的话呢 是后面加一个D 就是前 也是前面日期 后面日期减掉前面日期 那总共几天 不过几天的话 我刚刚讲过 你用DATIVE来做 跟用什么 刚刚B5减A5 有没有 其实减出来的结果 也是会一模一样 所以 你当然就看你自己 如果说你没有必要 我习惯就是如果算日期 干脆这个日期减那个日期 那可能回来是一个日期的格式 你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通用格式就好了 这个地方 其实注意一下 就是把这个改为通用格式 它也许回来会是一个日期格式的 你再把它改一下 它就会是正确的天数了 那再来的话 这个YM 这个地方 所谓的YM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把年给忽略了 就是年忽略了 然后呢 去计算什么 去计算这个日期 到这个日期 相差几个月 OK 关键在这个 前面这个Y是忽略 后面这个M是带回来 相差几个月 所以8月15到1月15 相差几个月 5个月 为什么 你想说 后面好像比较小 所以特别说 如果说你今天是后面比较小 前面比较大的话 它会把这个1月15 当成是隔一年的 下一年度的1月15 当然如果说你前面比较大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成 假设比较1月 然后把它改10月好了 10月15 Enter的话呢 会是什么 2个月 就是年部分不要忽略了 OK 那再看月 那你想说 这个时候什么 什么地方可以用呢 其实 计算那个年龄 精确到天嘛 那我们刚刚不是算完Y了 Y之后呢 剩下来不是月吗 那月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YM 因为我们已经先算完几岁了 剩下的还有什么 几个月有几天 那我们可以再把月的部分 用YM来处理 它就算出几个月 那再来还有什么 YD YD跟YM相差在哪里 也是忽略年 但是我要算的是天哦 OK不是月 所以这部分的话59 就是8月15到10月12 那就是相差59天 那当然一样啦 如果你把这个日期改为比较小 它就算下个年度的 那还有MD MD的话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不要忽略什么 忽略这个年跟月 年跟月 这个日跟这个日相差几天的意思 OK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这个是忽略 其实应该是忽略YM才对的 应该是忽略YM 得到D 那这个地方算出 一样啦 等于是15号到19号 那是4天 如果大家后面 比较 比较后面的数字5 比较小的话 它会算什么 下个月的那个日 OK 所以算出来的话 它会是15号 一直算 那因为这个8月比较 8月是31天 所以算出来的话 21 它是算下个月 到9月5号 总共几天 几天 OK OK 好 那这个地方 如果有概念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试一下 你们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有 算出来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利用刚刚这个Dedif 函数 总共会有这么多参数 那有没有办法 帮我算出 这个底下的结果 而且要精确到 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 一样可以在 做完函数练习之后 一样可以做VBA 不过VBA 在VBA里面 几乎找不到 跟Dedif 一样好用的 有接近的 但是没有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也头痛 那如果说没有那怎么办 那如果说没有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把写好的公式 直接就丢到这个上面来了 反正执行公式就好了 不要执行结果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那个 Dedif这个函数 Dedif这个函数 其实用到的机会 反正日期里面用到的机会 其实非常的大 因为如果你要自己用那个 Ear Minds Day 慢慢去算的话 其实 还真的蛮麻烦的 那当然Dedif 它基本上就帮你 Cover掉很多可能的 相关问题了 好 好 好